为了让更多民众了解认识原住民传统记忆文化 花莲市公所特别开办围棋两周的原住民传统竹碑制作研习课程 而节夜市的当天 市长魏佳燕也到场关心学员们的学习成果 希望大家都能从课堂中 领会到祖先的精神与智慧 为了让更多民众认识及了解原住民传统记忆文化 花莲市公所特别开办围棋两周的原住民传统竹碑制作研习课程 一路从介绍台湾各种竹类特性取竹及撒青竹化步骤 竹碑打磨施作教学及藤边装饰教学直到完成作品 那我想我们推出的课程主要是希望传承给我们原住民文化的部分 那让更多人了解这样的文化以外 还有让很多的青年的孩子们能够了解到自己部落的传统文化 那能够世代的一个相传 那再次的要谢谢今天的委会的参与课程的所有的好朋友们 那我想花莲市公所会持续的办理这样相关原住民文化的一个活动 也希望大家都能够上网来一起来参与 那也希望这样的活动推出之后 或许未来能够成为观光的一个主轴 以及我们所有的不管是在饭店或是民宿 也可以搭配这样的课程一起来参与 传统工艺老师玛雅武道表示 竹杯作为传统仪式即宴课时饮酒使用 制作的过程全都是祖先的生活经验与智慧 并以原住民最常见的编织材料黄藤圈绕竹杯装饰 不仅可以学习工艺技术 同时也能达到传承文化的效果 记者徐立琴欢联系报道 了 Kubernetes 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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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